在中萨利亚丘陵的苏玛地亚区 阿兰吉罗瓦刺针入口 有利索瓦刺山洞 有科学家叫做旧社区时代的地下博物馆 这里找到了很多动物的化石 最后并时代是 它们记住了目前利索瓦刺小山的草原 在萨利亚有很多的山洞 可是这少数的山洞研究了 每个山洞有自己特殊特性 而且利索瓦刺山洞建议 某些特点宣布了为 一级的自然文物和有非常大意义的文化财产 山洞在推到阿兰米达的入口 完全偶然发现了 因为谁都没有想到 在利索瓦刺小山里保留山洞 作为靠谷地当时也得到了保护 30年之后 山洞作为自然文物 得到了特殊的意义 山洞里保留 早期人及 利索瓦刺山洞建议的 射箱瓦刺山洞建议 作为靠谷古生物 东西西藏也最好研究了 其身为这是早期人类的 尼安德特尔居住的五个宝瓦刺山洞建议 这里找到的某些工具证明 它居住了这个塞尼亚布地基 在山洞里也有冰射袋之前 居住在这里的十种类动物的种化 在利索瓦刺山洞里找到了 大利是高曼奥 它建议流过山洞的 广泉水出现了 这种水目前用 米罗斯打工广泉水的名称而认住 十一万年之前 这里流过了冷水 以后出现的热水 沉淀了大利是高曼奥 在热水经过 物理化解的过程里出现了 在山洞里还能找到 文石只是在自然少见的石头 山洞2009年最后一次整理了 但是得到了转世证明 为最年轻的客人 在山洞里安装了改化机器 它介绍怎么出现 这个山洞介绍的山洞转设品